所以在那一場戲我們還要洩露王 洩露王 洩露王 所以在那時候其實不常 等一下 你有這麼好笑嗎 我跟他講中文有這麼好笑嗎 有這麼好笑 我覺得他講台語這麼好笑 有 好笑喔 好笑喔 他都覺得不一樣 因為他這個空間 我們也是比較想過一天 他看也知道 所以你沒什麼好看 但是回到台灣 他不尊也不放過和親朋好友相聚的機會 只是連訪時 忘了關手機 讓他直呼好久喔 不是我的電話 哈哈哈哈 太囚了 因為我有我的 我的 台灣的 要來看電 所以他打給我 對於大午生整個作品 無尊信心滿滿 現在回想起拍戲的過程 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 應該就是我們在 換那個 譬如說我們在裡面 放美後裝 按什麼 換好了 整個人還好 然後穿上那個衣服 你就會在片場上 好像猴子那邊 在那邊玩 對 我覺得那個蠻好玩 從玩大午生宣傳 無尊信化好好重點修行 因為到明年有新書推出 就請喜歡他的粉絲 耐心等待囉 想像金融獎 最佳新人的科正 謝謝